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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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作息时间表 是爷爷亲手定制的 每天小豌豆都会严格 按照这份表格学习生活 一个被两位专业教师 从小培养的孩子 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为此小夕专门带来了一些卡片 决定做一番测试 这是什么 哎呀 可爱了 这是什么 你好棒啊 这个呢 这个 这是颜色 颜色 这个是 我们再来看个颜色 卡的 卡的 这是浅一点的 这个 这个 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 杨叔叔身上穿的 这个衣服的颜色 这个 哇 冬桥 夜博 正在书中 对 那你最喜欢的 风墙 夜博 糖 三季 月落 我去西方 小朋友 我去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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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师共挑选了两首古诗 小豌豆全都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 那么一家人究竟使用了什么方法 让仅仅两岁的孩子 知识储备远超同龄人 比如说 这辆车 我会教他 What's this 直接上来就用吗 对 然后他会告诉我 A bus 他不会说的很完整的句子 这就够了 说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了 然后我说 What color 他会告诉我 Blue 然后我还会问他 How many wheels 这里面就是一个数学思维 比如说这边赢了 他会说 One Two Three Four 这样 让他逐渐的 就是 把这个英语 通过他进去 然后逐渐逐渐的 过度地教他的句子 数多唐诗三本手 不会做事也会赢了 首先要 从一些浅显的 而且就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 比如我们要到公园了 就学一些永留啊 学梅花呀 背诵就像是童子宫 需要不断地重复 来加深印象 在培养小孙子学习上 老两口一丝不苟 事事亲力亲为 出色地完成了 启蒙教育的任务 如今 小豌豆即将进入幼儿园学习 一家人购买了一套 离新一学校更近的老旧二手房 然而 从租住的120平米三居室 搬到仅有50平米的二手房 意味着某些功能可能会被舍弃 对此 一家人提出了最急需的三个改造诉求 从我心里说 就想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三居室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客厅变大一些 让孩子可以动起来 像我们幼儿园那样 没有一个学习生活的区域 在了解完家庭情况后 设计师和业主带着三个装修诉求 去往了带改造的房子 委托人购买的二手房 位于苏州平江路街区的大儒巷 在这条巷子里 曾经涌现出众多的儒学名家 文化积淀非常深厚 而这间老房子始建于1980年 是一个仅有50平米的两区市 一进门是餐厅 北边是厨房和卫生间 南面是两个卧室和阳台 是典型的吹风机户型 这种房型因为它是一个 吹风机的一个户型 优点就是两个卧室 光性很好 都超难 北边看似是有窗户 但是因为卧室中间又隔了墙 实际上南北通风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还有就是这个房型 它很难有一个空间 就是一家几口 在一起活的那么一个空间 这是缺失的 这里的格局给人带来感觉 就是回想到以前小时候住的房间 是的 没有一个标准的客厅 没有一个标准的餐厅 对 进门处的小厅11平米 摆放着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 这里是整个房子 极有的公共空间 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一个空间连接了五扇门 再加上面积小 功能杂容 根本无法满足全家人聚会的需求 这个是卫生间 也是比较狭小的 这个门都很爽门 而且门很特别 我不信你都听得去嘛 你这个宽度 你只能走进去 这个宽度好像都对吧 卫生间在门厅尾侧 面积仅如两平米 集中了洗漱淋浴如厕三种功能 显得非常拥挤 将来五口人搬进来 根本无法满足使用 隔壁就是一个厨房 哇 这个厨房 也是特别的袖珍和迷你 别看厨柜其实长得还可以 但中间几乎没有空间 对 就只能一个人 你七十 你三十 不光是 不光是 这是一时 我们是一时 不光是 urcia 尼不光是 门迅 蚀 还有 那 男人 你的 不光是 这是为什么 当她去面对整个小区里 或者说她周围的一些同学人的时候 她会有一种沟通上的害怕感觉 叫小区过去吧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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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不是因为和其他小朋友 靠得太近了 是吧 为了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 紫凯迫切希望在家中有一块区域 能把其他小朋友请过来和小豌豆一起玩手 真可爱 谢谢 50平米要容纳三个卧室 还要满足孩子的学习和娱乐空间 设计师面临的将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因为业主提出来家里一定是要有三个卧室 然后我认为了卧室一定是带窗的 现在呢就是南边我们现场看下来 是有两个卧室带窗 但北边只剩下一个厨房间和卫生间 然后第三个卧室是否能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回去讨论一下 第二个麻烦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她现在的房子客厅希望 跟她租租的房子客厅大小一样 而她租租的房子面积120平米 客厅打到25个平方 但是她现在的房子面积总共就50平米 你要租到25平方的客厅的话 简直不太可能 她整个家里来是以这个小孩为中心点 在接下来的设计 我们也是以小孩为中心点 来给她打造一个极致完美的儿童 成长空间 苏州的夏季比较潮湿 开工之后更是阴雨不断 设计师担心施工出现问题 急忙赶到工地 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台风来临 所以暴雨天气 加上这个工地门口有修路 所以工地耽误了很久时间 今天看工地有什么问题没有 油气工刚走 整个例子都披好了 然后只能等它干了 现在干不了别的 设计师到达现场后 马上开始检查各个施工环节 那么雨季施工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赶上这种台风天下雨天 然后空气又特别潮湿 不是说不能施工 但是施工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啊 你看外面下雨下这么大 最基本的这个门窗 我们一定要记得关闭 门窗不关闭的话 它给室内的这种空气 带来非常潮湿的空气 霹雳子发油漆都会有影响 霹雳子期间 那我们一定是说要关闭窗户 等到不下雨了 我们打开窗进行个透风 自然亮感 南方这种阴雨天 然后雨水特别多 选择门窗一定要注意一点 你像这个门窗你看到没有 它每一个台阶越往外面它越低 防止一个雨水的一个刀罐 同时的这种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门窗 它实际上它也有它的排水系统 我们看到到这里 每一个台阶到下一个台阶 它会有个排水口 到最后它有个排水槽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检查一下 这个排水口是不是堵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下雨天 其实要注意一点 很多人家里空调它会打个孔 这个一定要斜着打孔 否则它下雨就得容易雨水倒灌 空调打孔是一个很小的装修细节 然而如果操作不到 很可能导致雨水倒灌 为此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做了一个小的一个模型 比方这是代表一个墙体 这两个PVC水管是代表一个打孔的方式 我们用泡沫板来模拟墙体 用两根水管分别代表水平式打孔 和向下倾斜式打孔 我们可以看到当室外开始降水时 水平式打孔很容易倒灌进室内 而向下倾斜式打孔 则避免了这个问题 下雨天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靠这种窗台的这种插座 这个线头一定要绝脚不把它缠起来 否则雨水倒上去容易导致一个短路 甚至于起火的一个可能 这种阴雨的潮湿体 板材这么摆放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雨天空气湿度高 建筑材料的存放也有讲究 特别是整块的木制板材 如果随意靠墙摆放 容易受超变形 设计师建议将木板平放在地面上 同时用重物平压在上面 可以保证木制结构的稳定 这天设计师决定带着自己的孩子 再次前往夜处的临时租住地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次带着我家的小孩去他家的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去取经 他小孩学习这么好 我觉得我儿子应该能找他学习一点东西 第二个目的呢 他家小孩特别内向 我想带我儿子跟他一起去玩一玩 看他能不能放得开 原来是必试试带着自己的孩子 去和小豌豆交朋友 从而帮助豌豆断练与人沟通的能力 那么半个多月过去了 小豌豆有什么变化吗 哈喽 哈喽 小豌豆 进去吧 哈喽 你说什么 你叫什么 Nice to meet you 巴金 你说我叫巴金 我们叫豌豆 豌豆你带哥哥来进来玩吧 第一次见到陌生的小朋友 豌豆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只能远远地躲在一边 而另一边的设计师却发现 在这个像大教室一样的客厅里 又增加了新的学习内容 我看这个是新贴的 上次没有是吧 是 是 就是我们最近在豌豆在学习的 豌豆能背得下来现在是 嗯 差不多了 豌豆之前背诵的都是简短诗词 第一次尝试这么长的古诗 他能背下来吗 冲江 潮北 远海平 海上人月更朝香 嗯 嗯 艳艳肥瓜千万里 河树江江 吴月明 交流完短热方艳 越着花鱼街实现 空里游伤不绝飞 上白沙看不见 将心里像无烟墙 久久空中不月圆 你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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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当了礼物给弟弟啊 你要不要送给弟弟 别跟他说呀 哥哥给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哥哥给你说什么 谢谢 哦 谢谢哥哥 整首诗共十八句 足足二百五十二个字 年仅两岁的小豌豆 一字不辣地背了下来 哥哥送上自己的玩具汽车 作为奖励 两个孩子卖出了 成为朋友的第一步 我看豌豆现在 状态还可以嘛 跟哥哥豌豆听话的 还愿意交换汽车啊 是是 他这几件事 确实有点禁定 上一次我们在楼下的时候 碰见一个小朋友 豌豆想跟小朋友交换 受挫了 哭得很伤心 我看今天状态非常好 对对对 在哥哥的带动下 豌豆卖出了很多的人生第一步 第一次和别人交换玩具 第一次和朋友合作 搭积步玩拼图 然而这张小小的茶几 显然无法满足 两个孩子的互动游戏 设计师该如何在新家中 打造一个超大的游乐园呢 突然不转天 知名拍摄你 就是这张小小小的佛 提供出了一点 那些来讲 我打造一个小小的花 在哪个小小的小小的 你发生了一点 包括 resurrect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经过这边我来看一下 这个整个打不严压 我记得原来厨房在这边 墙好像也挪了是吧 现在我觉得 好像比原来的房子要大得很多 我今天来也是家里面 让我来确认一下 就是我们孩子 整个的一个学习空间 因为我父母对这个事情 也一直牵肠挂肚子 想让我来看一下 我们孩子学习的地方 然后整个厨桌 因为我刚看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看到厨桌 原来业主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确认全家人 最关心的儿童学习区 那么设计师将这个区域 放置在了哪里 是这样的 我们将来整个小孩子的 一个学习的空间 主要在这一块 在这个地方 对 书桌在什么位置 靠着墙吗 你这个肯定不行的 你这个 你整个房间 我们小时候都是 所有的书桌 靠着窗户放的 你这个地方 你放在这个地方 整个采光 你完全是一个 背光的状态 你写桌月怎么写 我不希望把孩子的 学习活动空间 都能放在靠窗 这个地方我看 也是空着的 在设计师的方案中 孩子的学习区域 被放置在了室内 靠墙的位置 而业主则认为 书桌应该摆放在窗边 把孩子可以在 自然光的条件下学习 因此产生了争执 为此设计师洋行 赶到了空地 整个房子 我觉得挺满意的 都看起来 比原来房子 都大了很多 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不太能理解 像我从小到大 我们学习的书桌 什么都是放在窗口 你放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采光问题 无论说你书桌 这样放还是这样放 那小孩在这地方学习 都是一个背光的状态 对他的视力 各方面 我觉得会有一个影响 我看这情况也是空的 我觉得这个房间 窗口完全可以放在 书桌 让孩子在这地方去学习 首先第一 这里做了一个台高 这里直接 其实就是你小孩 睡觉的一个地方 下面能住 没有空间去摆这个书桌 要不然这衣柜不要 对不对 不合适呀 这么放 那如果这个地方不见的话 我这边 这个房间我看也可以呀 那个房间是你住 我是你自己的一个房间 我是想着你小孩 学习 学习玩耍玩耍 没有必要跟你们 组卧室混在一起 三代五口人 三间卧室是刚需 这套房子总共有四个窗户 除了卫生间 由于管道问题 无法改造外 另外三个空间 都被设计师改造成了 有采光的卧室 而业主却有不同的想法 杨老师我这么和你说吧 如果说孩子书桌的采光问题 不能解决的话 我们夫妻宁可放弃这个房间 做卧室 也要让孩子的书桌 有一个好的采光 在业主心里 孩子书桌的那束光 远比自己卧室的采光更重要 然而 现在书桌的位置已经确定 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也不用太多担心 之所以你要光线 要室外的光线 也是希望每天 比方上午 中午晚上 哪怕下午 光线都不一样 对不对 对 这里我能帮你做到 没问题的 我能保证一点是什么 就是室外是什么收纹 什么亮度 我能确保你那个空间 跟室外同步进行 为了增加室内的通透性 设计师选择用既能保护隐私 又能透光的玻璃砖来代替墙体 那么玻璃砖的时工 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玻璃砖的话呢 首先安装牢固 这是必须的 另外呢 我们在整个安装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它的表面平整度 立面垂直度 通过这个定位器 正好把它卡住 配套定位器 然后它的缝宽是得到保障了 我们还要使用它 这个产品本身自带的 粘合剂来进行安装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保证它的牢固了 产品自带的粘合剂呢 必须每一面全部刷到 保证它的牢固度 等到安装完成之后 银结干了 我们可以拆除定位器 那么对于这个砖缝呢 后期在做相应的填缝处理 时工接近尾声 这天设计师来到商场 挑选一款适合儿童房 使用的墙纸 想找一款壁纸 然后想的就是贴完 马上能用 因为它是一个小爱房 就需要环保 还有一个就是 最近没有季节直到南方 一定不能发霉 可能今天会给你一些惊喜 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是 我们的一个墙布 不用浇水 急贴急住 包括它不含甲醛 我们这一款是 会呼吸的一个墙布 这款新型墙布 不用浇水 没有污染 甚至还会呼吸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用实验来进行验证 今天我们准备了 这个是普通的墙纸 然后这个我们是 4-3结构的 我们不用浇水的墙布 这是您的工具 这里有糯米椒是吧 对 刮板 我们准备了新型墙布 和普通墙纸 还有它们各自铺贴 所需要的工具 然后让设计师和电源 分别将两块墙纸 铺贴在木板上 那我们先用开始 批准一下 好 设计师铺贴普通墙纸 需要先用滚轮 将胶水均匀涂抹 然后用刮板铺平 操作复杂 费工费时 而一旁的新型墙布 竟然只用了一个运斗 几秒钟就铺贴完成了 那么两种材料的铺贴 效果如何呢 用这个湿都湿不开 对 非常好 就很浓 就像这个 这个材料 普通墙纸铺贴后 需要静置三至七天 等待胶水阴干后 才能牢固 而新型墙布铺贴后 只需静置两分钟 等水蒸汽完全蒸发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我们主要依靠的 就是我们这个四层结构 这叫热龙网膜 它们是一个网状的结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固态的 它加热之后 它就变成液态 瞬间渗透到墙面的机理里边 然后等它冷却的时候 牢牢地抓住了墙面 原来新型墙布内 有一层叫做热龙网膜的材料 可以通过蒸汽加热 将墙布固定在墙面 铺贴完成即可使用 且安全环保 那么说这款墙布会呼吸 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捡了两块 这个小的小样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两杯是100度的开水 然后我们分别放上去 看看能不能透气 所以说上面有没有蒸汽 有没有水 我们准备了两杯100度的热水 然后分别用新型墙布 和普通壁纸盖在上面 然后再各扣上一个玻璃杯 几秒钟过后 新型墙布上的玻璃杯 因为水蒸汽蒸发 挂满了水珠 而普通壁纸上的玻璃杯 则保持原貌 实验证明 这款新型墙布透气性更好 在潮湿的雨季不容易发霉 最终设计师决定 选用这款新型墙布 那么现场铺贴的效果又如何呢 现在师傅已经到现场 进行墙布的这个施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一整面墙 就是贴完墙布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我们计时看一下 现场铺贴 果然只需要一个运斗就能完成 经过计时 铺贴一面墙 成功了11分30秒 贴好了 房子已经设计装修好了 要么我们有请齐管家 我给你们送上新家钥匙 那我们去看看新房吧 好 那我们去看新家吧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50平米打造三个卧室 还有有超大客厅 和三个儿童成长空间 设计师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这还是我们的家吗 这打的好多 这个原来是我们的家吗 改造前 进门是一个昏暗的小厅 难以利用 却非常压抑 如今再次回到新家 一家人最大的感受就是 空间变得非常开阔 你看 这个地方 它做了一个边柜 鼓入进门的时候 手机都有地方放 对啊 这个 是不是还带充电 是不是 以后就放手机 就会放电 这是一个鞋柜 这可以放好多 我们应该够放了 门口是一个转角式的柜体 这个仅仅占地 一平米的柜子 储物功能却非常强大 左边是开放式的储物格 右边是整面的鞋柜 由于业主有回家后 先上交手机的习惯 细心的设计师还在这里 特意准备了多功能充电站 这是洗手台 洗手台 你在洗完呢 看着 这个空间也很大 一点都没用心 你看 你可以360度旋转 改造前的卫生间 仅有两平米 门口狭窄 通行困难 且三个功能 洗在一起 只能容纳一人使用 如今 设计师将洗手台独立出来 在极致狭小的空间内 做到了干湿分离 我们再看看 旁边有 来 快 来看看 我们再看看 这原来是个厨房 对 厨房现在移到这里了 对 我们看看这里是什么 登登登 这也是一个房间 看看 改造前 这里是一个三平米的厨房 空间狭窄 只能容纳一人操作 如今 设计师将墙体向外延伸 使面积扩大到六平米 把这个空间 打造成了一个 兼具采光和通风的老人房 我们再来看看客厅 看着客厅好大 我记得当中买的客厅 只能放下一张小的饭桌 就没想到 厨房都能塞一下 而且之前这边特别昏啊 对 现在整个采放的 变得特别好 经过设计师的规划 原本的小饭厅 华丽变身为眼前这个 15平米的公共空间 整个空间以超大的餐桌 为中心 靠墙是功能完备的 开放式厨房 然而整个空间并没有窗户 家人说的采光变好 是从何而来的呢 洗衣机放在这里 这是洗衣机 这个里面是什么 储存空间也多了很多 上面可以放东西 这个应该也有什么 设计师在厨房北侧 放置了洗衣区和一个嵌入式冰箱 隐藏式的设计 整体显得干净整洁 柜子比原来多了好多 对 原来厨房在六几年的时候 只有小小的一块 对对 然后整个人转身线 那时候都困难了 可以摆好多东西 我们在这边Cooking 哦 爷爷在这里Cooking给谁吃 给豌豆吃 厨房操作区呈一字形排列 整面墙的柜子 比原来储物空间扩大了两倍 要看看 要看看 哦 豌豆看到什么了呀 餐厅部门是一个开放区域 打造前 紫凯最盼望的 就是打造一个 能够帮助豌豆 交朋友的家庭游乐场 如今 一个八平米的儿童乐园 竟然神奇地呈现在了眼前 豌豆喜欢吗 以后你的小鸡汁都可以放在这里 我觉得可以把它全部都摆满 豌豆你开心吗 又多看 已经开始玩起来了 北侧的墙面是展示下 摆放了豌豆最喜欢的汽车玩具 西侧是一个小阁楼 将来可以成为孩子的秘密基地 这个位置放在这特别好 特别合理 你看爷爷如果在那儿炒菜 万一他跟爷爷两个人在家 豌豆在热玩 爷爷一回头就可以看到 豌豆在这儿干什么 是不是 对 就防止有什么危险 整个客餐厅区域 和儿童游乐区是管通的 今后照看还在更加方便 杜绝了安全隐患 你还看这里什么门 这是豌豆的一个娱乐场所 再看看 怎么了 我已经感到这个下面 好像应该是柜子吧 是吗 你反方看应该是柜子 设计师利用探放椅 将地面抬高了40公分 家人猜测下面可能是储物空间 但是找了一圈却不知道如何打开 那么这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这是你的房间吗 你看这个床单上有什么呀 这个房间一看就是万多的房间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床单上是什么呀 木啊 木 看看床软软 叫 叫 你喜欢这个床吗 叫 紧挨着游戏区是儿童房 面积八平米 东侧摆放了床 西侧是整排的衣柜 至此三驱中的两个卧室 已经呈现在了眼前 哇 这个房间也好漂亮啊 一整平的柜子 对 而且我发现柜子放在这边 特别节省空间 改造后的主卧室面积13平米 孤能完备 足够小两口居住 然而在看完了一圈后 业主产生了一些疑问 小豌豆的学习的一个区域 对对对 我现在好像还是没看见 我只看见那有一个 就是办公桌 还有就是学习空间的 一个采光问题 我也没有看到什么 特别的设计 能够解决完的学习的采光 只有50平米的老房 是如何变成三间卧室 还有超大的活动空间 小豌豆的学习区和采光问题 又是如何解决的 等待着设计师 为我们揭晓 好 房子看得怎么样 特别拔 特别拔 很好 后面它是一堵墙的 是的 它只是一个小的门洞 我们整个把它开过了 然后后面就像 阿姨站在那个位置 其实这边也是一堵墙 对对 我把它整个拔掉了 对不对 对对 然后还有南边 不是有个阳台吗 对对 我把它冰到那里 住这个空间 小房子变大的秘诀 首先是格局调整 改造前 房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极度缺乏公共空间 为此 设计师拆除了 两间卧室的部分隔墙 将主卧室向南平移 然后把次卧室一分为二 将游戏区和客餐厅 连为了一整块开放空间 改造前 公共空间仅有11平米 改造后 公共空间达到23平米 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 小房子变大的第二个秘密 就是将光线引入房间 由于公共区域没有窗户 设计师将房子四个采光 用了三种玻璃材质 其中老人房和卫生间的门 是长红玻璃 儿童房是整面灰玻璃衣门 主卧室的隔断则用玻璃砖代替 有了这几扇 兼具隐私和透光的玻璃门 整个客厅显得通透明亮 视觉效果变得更大 我们看了一圈 好像还是没有看到 万种学习的一个空间 就这里后面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就这我们把这个拔掉 它会慢慢升起 踏踏米中间 隐藏着一个电动升降桌 这个桌子可以根据孩子的身高 任意调整高度 有了它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家庭小课堂 爷爷奶奶可以和豌豆围坐在一起 辅导学习 桌子的四周都是隐藏的储物格 整个踏踏米就像是一个被放倒的大容量柜子 给小户型提供了宝贵的储物空间 那杨老师 既然徐日期空间也在这个地方 那么怎么样去保证我们的这个光线的照度 好 在这边 有个非常神秘的东西 我带你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我讲到很神秘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光感接收器 原来细心的设计师早就考虑到采光的问题 并专门去智能家居厂 找到了一款可同步室内外采光的照明产品 如果安装一个日光采集器 采集当前太阳的色温值 把我的光线同步到我们家里来 这款全新的智能家居系统 叫做日光同步 只要在室外安装一个小小的日光采集器 就能让室内外的光线统一 足不出户就能追逐太阳 实现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健康生活 我们努力一下 太阳下山后 太阳的色温 差不多现在变成我们绿色片的小五十五的这样子 我们将不同颜色的色片 放在光线采集器上 来模拟室外的太阳光 可以明显看出 当采集器捕捉到光线变化后 上方代表室内光线的灯光 亮度和色温都完成了自动调节 设计师将最新的智能灯光系统搬回了家 通过安装在阳台上的日光采集器 和室内的灯光连接 可以自动实现室内外光线同步 解决了学习区的采光问题 我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担心 那么原来这个位置是厨房 那里面有很多的管线 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卧室 那么会存在一些可能会有的安全隐患 据我们了解 这个小区是没有管道煤气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间 托盘机的排煙管 它也是从吊顶上面过去的 直接排到扶外去的 这套房间里面 其实是没有任何排煙道 跟这个就是管道煤气的 至此50平米变身三室两厅 打造极致儿童成长空间 已经全部呈现在眼前 那么装修这样一套房子 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广告之后为您请 本次装修设计费零元 拆酒加固一万元 新建钢结构零元 硬装十三万元 软装六万元 共计二十万元 那喜欢这里吗 是不是喜欢 喜欢 你以后在这边要不要好好学习 那我们背上劝学 糖 人生气 像个中国五更新 正式能够读书时 黑话铺子 鞋血手 白晓方会读书时 小男们请进 欢迎 欢迎 来 进来 设计的呢 非常的贴心 所以我说 我说了 我说设计师 是以一颗父亲的心来设计 这种设计 他的作品呢 是有温度的 我一直把这个房子 定义为一个漏室 就是我们可能说 希望通过我们家庭成员的牺牲 可能说牺牲掉客厅 牺牲掉我们的居住空间 能够让孩子 拥有一个比较大的生活 学习娱乐的空间 但是这样的改造 既保证了孩子 学习生活娱乐的空间 也能够兼顾到我们其他家庭成员的一个生活空间 既保换身帽 学习有高教 走进新时代 全家奇幻象 感谢的心价成功 教育智商 尊师重教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下期节目 让我们走进一个奋斗中的北漂家庭 他们的心愿 是拥有一间 可以不用做家务的满人住宅 起来了 早起来到这儿解别了 对 门也自动开了 你还后院也开了 嗯 嗯 到底也这样了 还全自动了